作为太空老师 能够再次给孩子们讲课 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经过八年的执着追梦 我终于有机会崇尚讲台 心里感觉很幸福 前几天家人打电话告诉我 说授课后 很多网友把两次授课的照片放在一起对比 大家觉得太空教室更加宽敞大气了 授课内容更加丰富有趣了 直播画面也更加清晰流畅了 其实这些我都感同身受 点滴的变化生动地折射出了 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强大和航天事业的跨越发展 作为一名航天员 我也深深地为能赶上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身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祖国而倍感骄傲和自豪 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 当年种下的梦想种子 如今正在开发结果 我也希望能永远做孩子们心中的太空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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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